真好吃 球球凑近湿润的落叶 闻到了一阵清香 吃着咬上一口又嫩又软 真是太好吃了 球球大口大口的吃着 过了好久 球球长大了一些 身体也变成了灰色 看来球球自己可以自己生活了 球球一定要小心 记住遇到危险的时候 把身体蹲成球就没事了 我知道了 喂 你要去哪里 啊 您是哪位啊 蚂蚁突然当开他的大手 小步点了 我要把你吃掉 球球吃了一斤 马上把身体说成了一个人球 哎呀 好硬 我的牙都磕成了 这家伙真可恶 说着蚂蚁走开了 一只螳螂走了过来 嘿 小步点 我要吃掉你 啊 螳螂马上就要用他的大脸刀捉住球球了 就在这时 球球一下子说成了一个人球 螳螂的大脸刀怎么也捉不住他 这家伙怎么回事 螳螂也走开了 喂 这是本王的领地 不许你在这里吃落叶 苏叶堆里出现了一条大蚯蚓 他最喜欢的食物就是落叶 球球上来一跳 又说成了一个源头 啊 眼鼠滚进了一个洞里 哎呀 不好了 这里是眼鼠挖的洞 眼鼠可以爱出洞子了 嗯 好香啊 眼鼠一只眼鼠从眼处走来 眼鼠虽然眼睛看不见 却能靠鼻子闻到类物的气味 他已经发现球球 其实球球有着坚硬的外壳 但是还是不过叶鼠锋利的牙齿 救命啊救命啊 快来救我 球球拼命呼叫 就在这个时候 球球这边这边 快我们一起逃走 球球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看到洞里有一条隧道 一只蝉宝宝正在叼走他 快来抓住我 球球爬到蝉宝宝的背上 牢牢的捉住他 蝉宝宝沿着隧道慢慢的往上爬 他们的地面越来越近了 好现在安全了 谢谢你 自食蝉宝宝爬上附近的一棵树 他开始脆皮 最后脆脱下外壳 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哇蝉宝宝长大了 小蝉真是谢谢你 要保重啊 再见 球球向蝉宝宝挥手 告诉我 咦怎么回事 我好像开始脆皮了 球球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变得越来越紧 这时他才发现 原来自己身体的后半部分 已经脆皮了 明天身体的前半部分也会脆皮 在成年之前 球球还要脆皮好几次呢 球球会继续长大的 嗯 完 garden solution 孤 compiler 相互 孤独 中文是 对 好的 孤状